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前龙勿用 这个道理 一经前挂提及 前世万物开始奋斗 自相不息的第一个阶段 而第一摇 前龙勿用 则是奋斗的第一个阶段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是容易的 平时你看到别人春风得意 但是你永远看不见别人 暗地里下了多少苦 有人说富裕出生的人 可以不劳而获地享福 而自己出身不好 所以只能干着最辛苦 最没有尊严的工作 实际上这个世界任何东西都有重量的 如果你忽然获得了一大笔财富 而你却没有任何理财的能力 也没有本事保护这笔财富 财富就会将你压垮 你之所以被压垮 主要是三个原因 一 得不配财 财不配财 忘年生灾 得不配财 财不配财 说的就是人没有正确认识贫穷的意义 从而没有具备使用财富的能力 上天让你经受贫穷 就是让你明白世上很多事都不容易 得到的东西要珍惜 一水一米 皆来之不易 艰苦奋斗的日子会让人明白物尽其用 懂得心简简约 把每一个事物的价值都发挥到最大的作用 人的智慧也会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增加 孟子 高子夏 中提及 顾天将将大任于世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恶其体肤 空伐其身 行福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怎义其所不能 这句话同样是在说 人唯有潜伏在艰苦岁月之中 学会动心忍性 逼迫自己增加本来不具备的技能 才能成就一个人最宝贵的品德与才能 宝免生灾说的就是富裕打开了人生的潘多拉摩盒 记得有位老师说过 贫穷是上天保护你的一种方式 因为贫穷让你处身更多规则的限制中 确保你心里很多邪恶的念头 没有机会实现 而富裕正好打破了这些规则的平衡 当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规则的限制 我们的人性将会变得非常可怕 什么事都能够做得出来 富裕打破了规则的平衡 剩下的就只有我们的道德 品德去控制自己 因此 一个人如果没有真正的在苦难中 修炼出金刚十一般 坚定不移的高尚品德 那么很快 财富就会把它变成魔鬼 曾经的屠龙的勇士 正因为拥有了绝对的权力与金钱 而变成了一条新的恶路 所以我一直不认同 何以解忧 为我报复这一句话 因为你没有能力富裕起来 你就没有享有财富的命 老老实实 乾隆无用 隐藏自己 积累财能 修炼自己的德行 随时都能潜伏自己的忘心 等待际遇一到 以自然就能事业亨通 这个过程就是乾隆无用的意 但是并非经历了苦难 就能成就一个人的德行 才能 往往苦难 也同样会毁灭一个人 堕落一个人 颓废一个人 二 怎么才能做到乾隆无用 一 一定要明确 世上的一切成功 都是来自量变到达质变 即使人家出身富裕家庭 人家同样也经历了 德行的量变 才能的量变 家归必忘去凶的量变 如果富裕家族的后代 不思进取 同样会把家族的产业摆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富不过三代 因此 乾隆无用的第一步 就是要我们扎扎实实地 匍匐起来 不能期望一步登天 好与恶劳 就是人性的弱点之一 而乾隆无用 是逆反了人性的弱点 克服人性弊端 将人的缺陷 逐渐地修补完整 成为真人神人 勋子在劝学中提及 不计归步 无以致千里 不计小流 无以臣江海 天下就所有事物 都是量变的结果 弱者只会妄想破格获取 强者却会克服自己的 好与恶劳的弱点 坚持不懈地累积自己的才能 所以我们每时每刻都要告诫自己 沉诸气 耐得诸寂寞 十年磨一剑 能够扎扎实实地 将一件事 认真地做上一年 几年 单凭这一点 你就已经超越了许多 平凡的人 二 明确自己的方向 方向正确 量变才有意义 很多人劳碌一辈子 辛辛苦苦 十年如一日 结果贫穷犹如基因 代代流传 认识否能成功 还看有没有贵人相助 没有贵人的指点 可能你很难通过自己的觉悟 因此 在潜伏量变之前 一定要将自己的方向明确 不同的人运输不一样 有的人依靠贵人提点 有的人 凭借着心中的宏愿 有的人依靠自己的觉悟 不管怎样 没有明确的方向的潜伏 哪怕一分钟 都是浪费时间 三 复习总结 为自己在苦难中 获得的道德觉悟 做人准则 专业技能 像财务作账一样 记录下来 勤奋地写日记 把每一天的书货 都写下来 善于复习总结 把那些从时间中来的知识 一点点地沉淀 并要确保它不会又从时间中流走 若想做大事 摆脱贫困的基因代代相传 就要从今天起有所准备 种一棵树 最好的时间就是十年前 其次是现在 我们要从根本上认清楚 潜伦勿用的这个道理 世界上任何一件事都需要量变 到达质变 如果你懂得量变的意义 你就开始区分于其他 碌碌无为的普罗大众 我们一定要谨记 这个世界不相信 没有意义的苦劳 量变 要在准确的方向指引下 潜伦勿用才会成功 不管你是年轻其生的小伙子 还是被生活折磨得 痛苦不堪的忠女 亦或是 垂目于夕阳中的老者 我相信 只要秉持大道 潜伦勿用 库姆必然 刻意逢春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 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 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 不会孤单 好吗 做知识 谢谢你 我这就过不就